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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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跟大家分享,這次東京迪欽 的門票 是從那個App上面 訂購的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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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是一波三折 終於來到 舞冰 我們現在用走路的方式 去我們今天真的是睽違 大概五六年左右 沒有去過的 TOKYO DISNEYLAND 那這次東京迪欽樂園 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什麼 它已經是全一化的一個樂園 你可以在東京迪欽的官網 東京迪欽的App 然後或是在台灣的旅行社上面 去做購買 那進來之後呢 如果你在App上面購買 你用外國卡就一定要把那個門票 印出來 因為它現在全部都用App 下去做定位 然後購票 然後有很多的 預約的遊樂設施 現在也沒有那個Fastpass 一律都是用App下去 那個畫位 餐廳的話 你也要用App下去 現在真的是超級數位異化 那剛剛提到的 它現在沒有快速通關券 它現在全部都是用購買的 以前呢 叫快速通關 現在叫迪士尼尊享卡 那在尊享卡的部分呢 只有在東京迪士尼樂園裡面的美女野獸 可以購買一張票是2000塊 那如果在迪欽C的話 有兩個設施跟一個表演可以購買 在11月11號全新的海上表演呢 它的表演也是可以買尊享卡的 一張是2500塊 可以做到最好的位置 這些價格就提供給大家參考參考 一張票是2000塊日幣 就是500塊台幣 但我跟你講 要花錢買時間 我可以接受 出發了 哇 聖誕節檔期的聖誕樹也太大了吧 超高的 聖誕樹真的好美喔 好漂亮喔 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怎麼可以沒有這些法庫呢 但這個是米妮的版本耶 不過這個好可愛喔 我想要找一個有沒有男生的版本 這個也好可愛喔 我覺得米妮的怎麼這麼好看 但我不想買米妮的 這個有合理嗎 這樣有合理嗎 不合理 耶 城堡 天啊我真的好俗氣 我好像很久沒有來過的感覺 哇 今天天氣真的是超好 我覺得會有多恐怖 你看後面 滿滿的人潮 你知道他們全部都是要排那個 玩具總動員 好驚人喔 那現在太空山呢 就是在整個改建中 因為在2024年 它會即將呈現全新的太空山 來到城堡的這個地方 我想要先跟城堡拍個照 我好久沒有看到迪士尼的城堡喔 而且我覺得東京的很精緻 現在來到迪士尼樂園的城堡 萬聖節剛結束 然後現在進入的是聖誕節的檔期 那它其實剛好是中間的那個空檔 所以現在沒有很多東西 但是剛剛門口就已經有那個 超級漂亮的聖誕樹 就是告訴你 已經要聖誕節了 瑪莉亞凱莉要出現了 迪士尼的城堡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不管哪一面看它 都覺得超級美 隔了這麼久 我總要在城堡前面拍個照吧 對不對 但一個人自拍真的是有一點難度 我們現在要來從城堡下面進去囉 那我沒有記錯的話 以前這個城堡是有一個遊樂設施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來的時候 然後它會就是帶著你去闖關 它會打敗怪物之後 它會送你一個徽章 一個Team 只有一個徽章 我跟你講以前我都不會 但是我現在看到遊樂園 現在我絕對都會請他們幫我們拍照 然後我會買他們的底片 真的是他們很辛苦喔 我現在每一刻我跟你講 紀錄我的生活每一刻 完了笑死剛剛講的都沒有錄到 重新再一次 就是可愛的小飛象的對面 它是那個鬼屋 那我忘記它全名叫什麼 只是它變得是那個萬聖節版本的 傑克系列 它變得非常熱門 它我用那個抽那個卷的方式 stand by pass 所以不用 我是預約12點半啦 所以等一下再來玩這個就好了 然後我今天花了兩千塊買那個 美女與野獸的入園 所以我等一下那邊是兩點半 那我這邊玩完之後再走過去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花時間在排隊 我跟你講這就是一個 花錢買時間的概念 我覺得我可以 我可以可以 時間就是金錢 在迪士尼非常的適用 要來吃午餐了 那這一次呢 我剛剛又買了一個 大家我每次韋德都說 這個很難吃的雞腿 但我真的還是很想吃 這個900 700塊吧 700塊的日幣 然後還有買了一個這個 啤酒 而且這個杯子是你可以帶回去的 這一杯950塊 加起來總共1600多塊 等於台幣大概300多塊 完全可以 我來試喝看看 夏天喝啤酒真的很爽 夏天 今天冬天啦 但是因為真的太陽很大 我一直覺得今天是夏天 然後再來是雞腿的部分 韋德他們沒有很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它很柴 我來吃吃看 外表一樣很柴 它是烤的真的是蠻柴的 但是它裡面很嫩耶 裡面其實蠻嫩的 真的只有爽沒有別的 我來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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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事情總是來得特別突然 我就不小心跟了人潮 然後我剛才看了一個 五分鐘的等待 我覺得喔好快耶 我就一起走進去 然後就不小心玩了 星際大戰的那個3D電影 欸其實蠻好玩耶 出乎一樣 而且它的體感很強很強 然後我看它有六部車 我在猜它是不是六部的軌道 都不太一樣 嗯 我覺得好玩 而且不用等待 只要五分鐘 我玩的第一個遊樂測試 就是這個 星際大戰 再來要買一個 這個園區裡面 最熱銷的一個小甜食 超可愛 這個真的非常的可愛 那其實 我之前吃過 我知道它是馬鼠 然後裡面有泡三個餡料 那我是馬鼠控的人 所以我非常喜歡 但有些人不喜歡吃馬雞 像韋德他都覺得還好 但我很喜歡 超可愛的一口味 跟馬雞 好吃 我真的很愛吃馬雞 好 再來是我們要去雍林公館 雍林公館 然後因為我看已經有 一入園我就已經抽馬牌了 它是十二點半到一點 現在十二點五時 所以我要來雍林公館 然後進去的時候 也是要掃這個QR Code AlwaysQR Code 大家你還不趕快下 來迪士尼Apple嗎 AlwaysQR Code 今天 今天真的很多鳥事 有聲音吧 好 有 今天真的很多鳥事 因為 我剛剛在等那個 幽靈公館的時候 我麥克風的防風罩不見了 對 就又不見了 但沒關係啦 開心就好 真的開心就好 那現在呢 剛剛幽靈公館 它現在是那個 聖誕夜驚魂的版本 然後它是Jack 它裡面以前是鬼屋 但現在變得有點歡樂 但我看一個人做 真的是有點寂寂 就是有點 有點 孤單 但蠻精彩的 蠻有趣的 它用了非常多 視覺的一些 暫留的部分 還有一些 特殊的手法 讓人家覺得 哇 這些幽靈真的是蠻可愛的 那現在是 日本時間的1點半 然後剛才在App裡面呢 就有說 2點會有遊行 那我們現在就說人 看這邊說人 都在等待遊行 還有半個小時 第一次在大太陽下這樣 有 有上一次是在香港 迪士尼的時候 那現在就是在 東京迪士尼 反正現在也沒事嘛 那我們就來排一下 迪士尼的遊行 遊行看完咯 蛮好看 我覺得整個遊行很精彩 然後我看到迪士尼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有點 有點情緒太多 等一下收回來一點 收回來一點 我怕太感傷 然後就是很想念日本 對啊 好 情緒收回來一點 我跟你講 在樂園其實真的滿開心 看了很多遊行之後 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情緒的抒發 還有跟著小朋友一起 小朋友超級可愛的 很療癒很療癒 真的很療癒耶 那快完遊行 我們時間集要來到了 2點半 那2點半我們要幹嘛咯 2點半 我們今天有花了2000塊日幣 要來去全新的美女與野獸 出發出發 在美女與野獸之前 我看到這個 這個太可愛了 真的不得了 這個是 那個跳跳舞的鞋背包 它裡面有做一個拉鍊 然後它是可以背在身上 就是它了 太可愛 太可愛 購入必購 不得了 不得了 這個跳跳舞整個融化 它就是一看到就是一定要買的東西 然後後面有拉鍊可以放東西 這個真的超可愛的 下午的時間 我們逛來這個 Kasten的小鎮 就是美女與野獸貝爾 他跟他們賈斯頓的那個小鎮相遇的地方 然後 我等一下買的是2點半的快速通關 所以我們等一下 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它有個半個小時的範圍 我想說 我們來這邊逛逛 然後我想買它的那個 又是一個捲 但我不確定是肉桂捲 還是那個什麼 我看到了 感覺不是 好那我不吃了 我本來想 我想吃吉拿棒 但感覺不是吉拿棒 等一下又好像是吉拿棒 好像不是 算了我跟你講 我先不吃 我等一下又怕買到地雷又生氣 這個我一直以為是吉拿棒 結果 我不知道它是烤的還是炸的 馬鈴薯裡面包的巧克力米 我的天啊 這個爆幹難吃 直接往垃圾桶丟 如果你沒有買快速通關的話 你就是要這樣 排長長的人籠 這個排完應該是3個小時 就我上次的排隊經驗來講 這個長度 但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有買尊榮的快速通關券 這邊就是長長的人籠 就是你看那邊排的漏漏等之後 你還要排在這個地方 進去還要再繼續排隊 但是呢 如果你有高級的快速通關券 那我就是不是很想排隊 你知道人老了就沒有很想要排隊 我就是想要花錢快速 好可愛 它其實造景做得滿好的 然後後面的那個山是假的 它是看板 它不是真的山 但它整個… 景取得很好耶 好漂亮喔 馬上就進來了 然後馬上就要進入遊樂設施了 好快喔 兩千塊發的很值得耶 他們做得很精緻耶 而且這只是預告而已喔 等一下就會進入到遊樂設施 你看我已經進來裡面 裡面還要排這麼多人 我真的好難想像在外面排隊的那些人 他們到底可以等多久 很可怕 結束了 很感動耶 今天怎麼都這個樣子 他們很用心 我跟你說 這個錢是花的值得 因為它的整個布景啊 它的… 因為我不想放太多 我把你們來了就沒有樂趣 但我覺得值得 好看 就算沒有買快速通關的券 排隊都值得 大家一定要來玩一下美女與野獸 真的 一定要排隊 再久都要來 美女與野獸 好玩喔 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大家是不是會人手一桶爆米花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這麼多爆米花筒 到底要去哪裡買 迪士尼聽到你們的心聲了 後面這個 Big Pop 它集結所有樂園裡面的 所有的爆米花筒 全部都可以在這邊買得到 今天東京迪士尼樂園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漂亮的聖誕樹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東京迪士尼樂園 如果你也喜歡這一類型的東京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了趕快按下訂閱 可以看到更多的東京影片喔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也不要忘了可以追蹤我的 Instagram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我覺得來迪士尼真的是療癒心靈 給它療癒到爆 愛死了 真的 12月份還會前往東京迪士尼海洋 大家請鎖定我的頻道喔